妈抄,波妞放飞自我,把姐姐踹翻却被称可爱,网友,人气高就是不一样。 说起,妈妈是超人,这档综艳,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步步和波妞,节目播出的越多,他们两个就一直被观众们所关注,这两个小门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不少喜欢小孩的大人的心。 有网友就说,波妞的人气好像要比姐姐步步要大了,因为这个妹妹不会哭闹,在生活方面也展示了自己勇敢大胆的一面,从小就给观众一种聪明的感觉,大人们一般都喜欢听话乖巧聪明的小孩,而波妞恰好就有这些品质,这也就难怪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她了。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波妞与步步刚刚睡醒,然后两人在床上玩起了比拼角力的比赛,观众一定能猜到是波妞更胜一筹,因为她是一边喝着牛奶一边踢着姐姐,可以说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力量,真是后生可畏啊。 等到吃早饭的时候,作为力量代表的波妞肯定是需要高热能的食物来补充体力。 当时甲敬文给波妞递去一块水果的时候,波妞看都不看,但是她却盯着桌上的红薯。 在吃早餐的时候,波妞就一直放飞自我,好像是在说道我是谁,我在哪儿,我在干什么。 样子甚是可爱。 那么,你觉得布布和波妞谁更可爱?